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3星期五 股市表现 虽然说还是整股而不前 可是我觉得已经算不错的 因为美股昨天晚上是大幅度的回调 倒行之时是又在大概300多点 可是对港股来说影响好像是不大 当然早段还是受到美股下降的影响 而稍微低开的 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恒生指数先低开297点到19382点 曾经一度在轻轻地低见19380点 可是没有再进一步下降 反而在买盘不断的出现之下 股市开始一步一步的上去 而直到上午的收拾为止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轻轻地倒升7点到19686点 当然大部分时间都是整股在19600点左右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的就是 虽然说股市今天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由于大部分时间指数都是稳守在19600点 整地说整个股市还是在一个抓着高台而不下的走势中 相对整个反复起步点是10月31号的低位14,597点来说 现在当然是一个高台 还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其实直到现在几分钟为止 还是稳守在10、20、50跟100天线以上 但当时移动线的看法 再往下看的应该是250天线 这个250天线大概在20432点左右 当然我不预期 所以韩生死的时候很快就会到这个水平 因为成交方面的确是还比较低迷 所以目标是往下看250天线 可是并不代表很快就会看到的了 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成交方面 因为圣诞节已经快到了 而且往后就是新年的大价 所以变成来说很多资金经理跟投资者 都已经到外边去旅游去过圣诞 所以暂时股市的参与的人真的是不多 在这个细分下股市就是轻轻的往上走 也只是仿佛稍微上升而已 并不代表会出现一个单边的上升 当然要是说成交方面能够有1300的 1400的1500的那种问题不大了 其实来说现在的指数在19600点 距离这个月的高位9号的19926点 相差不多只有300多点而已 要是能够突破这一点的话 等于说许月份许老还是维持先低后高的走势之外 另外这个月的高位跟低位距离 就会稍微来换一点点 当然最重要就是在那一分钟 指数可能已经是进一步挑战20000的这个大关了 其实20000的走势还是有的 要是能够攻破的话目标一定是 20432点这个250天线 我们再推一步看一看 今年指数是从2月10号的高位 有25,050点 一直跌到10月31日的低位 14,597点等于说整个中期的大跌 一共的跌幅有10453点 好了要是只是能够反弹 这个10453点的一半的话 第一个当然目标是 19000大概是600点左右水平 其实股市已经到了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 要是恒生指数能够反弹这个跌幅的 0.618的话 等于说另外一个目标就是21,057点 不过这个肯定要到明年 一月中左右才见得到的了 好了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